感謝主 每次這個時間真的是一個感恩的時間 每天我們都同樣的在感恩 今天牧師所分享的道理 對我們真的非常的有益處 幫助我們很多 尤其他講到讚美超的國度觀 讚美超 很多人問我讚美超到底現在有幾團 現在台灣有幾團 有多少人在跳 國外有多少人 國外有人就叫我說要統計 要估計要統計給大家知道 我說我們所做的事工是為了神 我們不是要再宣耀或者是統計說 我們現在有多少團 這個不是神所喜悅的 就如大衛他想算他的軍隊有多少 他的車他的馬有多少 但是神不學於喜悅 所以今天剛剛牧師講的 神不是要我們看我們現在讚美超有多少 使我們每一個學員我們盡力了多少 在神的面前 我們以後都要到神那裡去一起跳讚美超 在神的國度 就是那個時候集團都不在意 只是我們能夠在神的中國上快快樂樂的天天敬拜祂 並且沒有把讚美超忘記 我今天很謝謝淑青老師 說我老師每個禮拜叫你講會不會帶給你壓力啊 我說不會不會帶給我壓力 因為我每次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好像跟大家聊天 你知道人家說老人要怎麼搞話 老人說話也說過去 但是我有很多過去的事情 是值得我們來參考 來做以後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決心 為了神 我要講這個簡單的事 這一件事情可能有人已經聽過了 但是我還是再講一遍 我剛美國回來做讚美超的時候 有一次在基隆有一個活動 那麼那個一個弟兄就非常好意說 哎呀吳老師你把袋子拿到那邊去 然後呢你就讓喜歡的人來拿 那讓他們得到我們這個讚美超 我再一次看看 因為開始的時候真的 我不曉得送了一兩千片還是多少 開始讚美超都是用送的 當時那一次的活動我參加 我就過來就站在門口那裡 把我們的讚美超擺在門口 希望喜歡的人來拿 那麼自由奉獻 有一個弟兄 他就拿了一片 然後用零錢 用零錢 就遠遠地丟到那個薑子裡面去 他丟進去的時候 他只是說 哎 那是我們太太在愛 我才不要這種東西 就這樣丟了一大片的零錢 都零錢有多少 但是這個給我很大很大的打擊跟傷心 我說我這個是要送給大家 你喜歡拿就拿沒關係 不需要付錢 也不需要奉獻 可是他奉獻的態度 是把錢灑在我的面前 我那種受傷 我就把東西包好 我就拜託 有一個弟兄 我說麻煩你 我要回家 你再把收一收 幫我帶到我的 就是那個時候 龍江路 龍熊花園對面的家裡 你幫我弄 因為我自己拿不動 我就出了這個旅館 我坐計程車就回家 我一面回家 有什麼事嗎 我一面回家 我一面哭 在計程車裡一直哭哭 哭到家裡還是在哭 我說我心裡想 我怎麼會搞到今天受這樣的一種哭入 所以我很難過很哭 但是我還是繼續做 我今天不是講這件事情 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做很多神的工都會遇到困難 但是你遇到了困難以後 你剛剛我們今天唱了一笑水冷呼吸 明天就換唱 這是神應許我們的 我哭完了 我明天還是做 所以我們各位在美朝的好朋友們 我們的家族們 我們不要為一點事情就打倒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同工 因為一點點小事 他就說我不做啦 我不跳啦 好像他不跳 他離開了讚美朝 我們這個讚美朝會倒掉一樣的 不愧的 神隨時都是拖住我們 所以只要我們有信心 有決心 你要做神的工 相信神是不會讓我們跌倒的 我們跌倒了 再站起來 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要有決心 不要半途而回 上帝是這麼想愛王 今天有這麼一個分享 所以時間長老 謝謝你 怕我壓力 我不會有壓力的 因為我已經到這個年級 我的過去 很多的事情 我都可以拿來分享 做大家的 以後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不要放棄 假使我當時回到家 我是想放棄 我何必呢 我又不是缺錢 我又不是缺什麼 是真想放棄 但是為了神 我們絕對任何事情 只要是上帝要我們做的 只要是神的事工 我們不要怕 只要信 感謝主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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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